不要跟着我 你不要激动 让我走 等一等 站住 你别紧张 我现在就把枪放下 你把孩子放了 我来给你做人罪 你少来这个套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结论已经送到市局和省厅了 可你那个结论根本就是错的 结论 颠倒黑白昏晓善恶 让玉队寒恨酒泉 让她的妻子孩子老夫老母 蒙羞啊 我吸的都是从她那儿买的 那这董浩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说 让我去一趟凤庆的鲁市镇 找一个叫江秋的人 然后给他带回来一公斤毒品 到威山卖给一个人 怎么找这个人 江秋会告诉我电话 你相信他吗 不相信 你不相信他 那你怎么会 因为我听到他们一个秘密 那个叫董浩的毒贩 在向他交代完这件事以后 又给了他二十多个海洛因就走了 这就让他感觉到啊 他们让他做的这件事很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 就在董浩转身走的时候 他接了一个电话 喂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 老板让我告诉你啊 二十六号上午十一点钟 有一批货要出 你把车准备好就行 别无事 挂了 所以这个女毒贩 就打定了主意 如果他们说的话不能兑现 他就把听来的话告诉警察 让他们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你真的现在的话 相信 为什么 第一 董浩原来是他的女朋友 是董浩引由他吸毒的 可等他吸毒成瘾以后 董浩又抛弃了他 这就让他对董浩恨之入骨 时时刻刻找机会想报复他 第二 他本来还是希望 董浩能够兑现他的诺言的 哪怕这个希望是一个 根本没有希望的希望 可他还是愿意绞性试一下 因为 永远不再花钱买毒品 对他来说 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可现在呢 这个希望是彻底破灭了 也就是说 他没有任何理由 再为他们保守这个秘密了 他跟他们的关系 如果要维系下去的话 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 报复 所以 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们 希望用我们的手 除掉这个人渣 这是他的原话 这证实了 我们的判断没有错 这批货 已经到了昆明 我们必须 在他们出货的时候 实时抓捕 今天是二十五号 我们会有 挣扎一天的时间 你先回家吧 我马上向市局请示 局长 我们能不能一边汇报一边行动 你要向市局汇报 市局再汇报省厅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行动 堵住这笔毒品流向社会 这可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因为我呀 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区局长 可是 可是 说是什么 赶紧回去 抓着先休息 走吧 还得让我哄你啊 这这这 是局长 光临 我听说你回来了 我正要去找你 什么事啊 那个电话 我是故意没接 我以为呀 你又是在指手画脚的 什么电话 就是 鲁史镇 当时我刚到那儿 算了 都已经过去了 当时的情况也都不太清楚 反正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不行 我必须确信 我没接电话 没有影响工作 绝对没有 你放心吧 那不过程队 以后这个人感情当事 就信了不要往工作上相互 是吧 这你放心 工作 不能儿戏 对了 竞争大队长的事 你听说了吗 竞争大队长 御队的事有结论了吗 有了 说是畏罪自杀 可队外宣布的是 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自杀的 畏罪自杀 这都是刑侦大队 经过侦查得出的结论 哎 光临 光 喂 高警长 没办法 我要越级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您知道 你要相信 别人的效率也不低啊 刚才市局赵局长 已经给我通关化了 哦 我说呢 怎么一直站线呢 警长 我们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行 你们准备你们的 这边我马上进行部署 到了昆明以后 先到我这来啊 你看看我这效率高不高 是 明白了 光临 等一下 什么事 刚才曾展说话的意思 好像是 他故意不接你电话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他当初要是接电话 也许那批毒品 就被我们给截住了 哎 这是也许 我们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再说了 他能主动找我 承认错误了 说明他知道这是很危害性 别老许多容不妨 我是怕万一以后那 老师 别老把人往坏出去 他能主动找我 说明他人品是磊落的 再说了 他能说没听见 谁能证明他是故意不接呢 光临 我 老师 他以后肯定不会再这样了 放心 先会休息 但愿你是对的 赵队 光临 我找你有事 找我有事 进门办公室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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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大队长为什么自杀 宇文确实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宇文的办公室 找到一个存折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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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不敢 诸葛武侯乃是一带盛行 我怎么敢跟他老人家相比呢 坐 怎么样 二位 现在是不是可以信任我们明哥了 我们对明老板从来都是信任 是吗 不知道二位 下一步如何打算 当然是跟明老板继续合作 这也是我们金老板的意思 这次明老板真是让小弟大开眼界 依这样的谋略 用不了两年 我敢保证明老板肯定能成为金三角 哎呀不 甚至全部东南亚地区毒品经营的版主 不跟这样的人合作 等于就是跟钱 有仇 两年 塞拉尔先生 太漫长了吧 我准备在一年之内 就建立一条金三角通往昆明的绿色通道 让我们的产品 让我们的产品畅通无所 到那个时候 我要给所有跟我合作过的人开一个金矿 让他们口袋里都装满金子 让他们为金子多得没有地方放 而发愁 不过现在啊 也希望你们二位明白 在金三角这个地方 没有人能取代我明来 所以希望你们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大老板说 让他不要打歪主意 眼光放长远一点 只有我明来 才是你们赚钱的保证 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就好 那好 我们就不能说了吧 走吧 好 因为二位走的时候呢 我就不送了 助理都安排好了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这个家伙太狂妄了 他的品行跟咱们没关系 我们要的是钱 那个姓郁的大队长确实已经死了 他们的调查结果是伪罪自伤 三十万就干掉了一个大队长 还是我的助理有本事 给我省了一百七十万 如果没有明哥的精神疗法 他也不会那么听话 他们现在够麻烦的了 你想 又是信任危机 又是嫉妒失败 我都替他们着急 对了 卢史正那个点已经废了 咱们要不要在凤卿再见一个 好 就在张又川 跟吴光麟的眼皮的底下 这是最安全的 这个事就由你 负责筹办吗 你看 现在马上要办的应该是 你跟我的那件事 我告诉你 是我的天啊 没那么多是 到这边 爸爸 亮亮 你什么时候回家 爸爸办完事就回家 怎么了 想爸爸了 想了 妈妈也想你了 你快点回家吧 爸爸办完事 马上就回家 爸爸 你是不是忘了 给妈妈打电话了 爸爸一忙 还真是忘了 爸爸本来是记得 给妈妈打电话的 可是 爸爸实在是太忙了 你知道吗 妈妈都哭了 亮亮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就跑到妈妈房间里 想和她一起睡 我就看见妈妈哭了 爸爸知道了 亮亮 等妈妈回来 你跟妈妈说 爸爸办完事 马上就回家 好吗 好 好 亮亮 那爸爸挂了啊 嗯 爸爸再见 再见 宝贝 怎么又挂了 哎 哎 怪了啊 人家怎么就玩得那么好 感觉的那个有什么用啊 帅呀 哼 光帅顶个屁用 怎么没用 起码可以提升形象本 你们中内长呢 不知道 我们也在等他 那你把这两张表给他 这什么 不会是涨工资吧 哎 你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啊 干嘛 聊聊天嘛 比如说局里最近有什么新闻什么的 都在你手上了 看了就知道了 哎 是不是对楚红有点意思啊 他 我最讨厌就是这种铁娘子行 别忘了告诉你们中队长 这两张表最迟明天下班前一定要填好交给我 遵命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你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男人 喂 哎 我说光临 你跑哪儿去了 万山 你怎么还在队里啊 张剑也在吧 我去玉队家看看 你们马上回家 可能很快就要有行动了 哎 好 他在哪儿 他说 他去玉队那儿了 那你还等什么 还不快走 这还一大堆东西没弄完 广连 坐吧 你坐吧 肯定搞错了 有人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 嫂子 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信 嫂子 你别太难过 世纪真相总会搞明白的 可居里已经通知我 说结案了 不管他们结不结案 我们都会把事情搞清楚 怀疑的一个清白 你们 赵队长已经答应我们 继续暗中调查 他肯定还会找你的 你如果有什么想法 你都可以告诉他 那你呢 我还得出尘 如果当时 你要在于文的身边 他肯定不会 嫂子 我想问问 最近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 遇到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说 跟平常比起来 他有没有什么不同 习惯啊 说话啊 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 就那个老样子 回到家以后 他总是少言寡语的 没什么话 最近脾气有点大 好像很烦躁 我还以为他是累的 就去给他抓了一些中药 嫂子 嫂子 我们来看看 来 坐吧 哎 门呀 来 嫂子 你还好吗 我没什么 就是心里窝的祸 你们能来看我 就说明 你们 没把他当罪人 我心里好过多了 嫂子 谁要说我们御队有罪 那他一定是瞎了眼 一遍 我还好 我还好 你不看到我 什么 我都知道 我还好 你是女性 一场 是 空 你 有什么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走了 张念 怎么还不回家呀 我宽骨是一个 回不回家都一样 那万山呢 怎么也得回家看看孩子吧 快回去吧 张念 赶快回家 没事睡觉也行 那你呢 我肯定回去了 我那宝贝女儿都想死我了 是秀就想死你了吧 那还用说 喂 小灰呀 在哪呢 不会在闻凤庆吧 早晚啊 我回去看你的 现在呢 我在局里面 哎 你还记得上次你送她去医院里的 那个阿珍女人吗 啊 阿珍呢 我记得 就是那田家夫的老婆嘛 对 她已经出院了 刚从外面到我们局里来找我 叫我给你通个电话 要跟你说几句话 啊 哦 可以可以 你把电话给她吧 哎 好好好好 好 稍等一下啊 阿珍 吴队长的电话 你再收集就好了 吴队长 哎呦 阿珍啊 你别哭啊 出院了应该高兴啊 别哭别哭 怎么样 孩子还好吗 孩子很好 吴队长 谢谢你对我们那么好 阿珍 你别哭了 其实你是当时需要帮助 我们就帮了 我们是干警察的 这是应该的 嗯 阿珍 别哭了 你什么话 赶快跟吴队长说吧 他挺忙的 待会儿就没时间跟你说话了 好吗 哎 吴队长 吴队长 你对我们的大喊大德 我永远都不会落罪的 阿珍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其实我也没帮你什么 只要你自己好好活着 把孩子好好带大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 我会的 吴队长 吴队长 我能跟家父说几句话吗 跟家父说话 现在不行吧 这得等到 哦 哎 阿珍呢 你等等啊 张剑 可以录音的手机在不 快打开打开 哎 阿珍 哎这样吧 你把想跟家父说的话好好想好了 你呢 就在电话里说 我给他录下来 我放给他听 怎么样 好了吗 好了 等等说吧 行吗 哎阿珍你说吧啊 来 家父 阿福 我已经出院了 今天就回家 还是挺好的 你不要挂念我们了 啊 啊 嗯 人家 他不想答应 买了 一向 我 他不想答应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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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不是一样吗 都一样 坐着看不见 怎么看不见呢 我去给你搬起来 不用你管 哎呀 真 爷爷 快来呀 来了 来了 哎 摆这 摆这边 对对对 来 快摆下面 哎 这 对对对对 好 光临回来了 亮亮 你爸回来了 快 快去开门 妈妈 爸爸回来了 知道了 爸爸 哎呀 宝贝 哎呀 亮亮 你看 这是什么 小白兔 怎么样 笑你吧 嗯 哎呀 爸 妈 回来了 哎 快坐一下 歇会 哎 坐一下 坐一下 哎呀 是一天没见 瘦了 啊 瘦倒是没瘦 就是黑了点 哈哈 他本来也不白 哈哈哈哈 不会吧 其实我没瘦也没黑 就是啊 脏了点 洗洗就好了 爸爸 给我摆字好吧 摆字啊 嗯 摆什么字啊 把小白都放在这里好不好 啊 这是妈妈 啊 不是 是什么 爸爸 是爸爸 嘿嘿嘿 嘿嘿 呃 呃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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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今天没有西红柿炒鸡蛋 哦 为什么 说你回来太晚了 鸡蛋都卖完了 哦 鸡蛋卖完了 哈哈哈哈 爸爸去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坏蛋啊 谢谢啊 辛苦你了 不辛苦 不去做做饭吗 饿了吧 又不就好了 不错 名字就叫边疆春光 不过又要出发吧 喂 谁啊 是我啊 我是宋青啊 哎呀 你这家伙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我听说你们基督大队 最近在精品大队长的职务 怎么样哥们 你不想试试 我 你看我像当大队长的人吗 咋不像 现在整个基督大队 数你自个最老 轮也该轮到你了 哎呀 你是在讽刺老子吧 告诉你啊 我对当官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不当官都得基督 都得顶着子弹往上冲 而且啊 当官的还得身先十足 我可不想早早就光荣了 我到现在连媳妇还没娶呢 哎呀 哥们儿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不过说真的啊 今天我打电话 是有件事 我想求你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会没事 给我打电话玩 说吧 什么事儿 我暴力推好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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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也要 我一定会做什么事儿 助使你 你啊 我还是要充滞地 你不是